利比亚民兵领导人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任命的新内阁中得到高层安全职位 利比亚民兵在今年的暴动中帮助推翻利比亚已故独裁者卡扎菲 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后 利比亚临时总理吉布在星期二晚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内阁成员名单 他任命朱瓦利为国防部长 朱瓦利是西方城镇金坦的民兵领导人 他的部下八月帮助把卡扎菲赶出迪利波里 并在上星期于南部沙漠抓获卡扎菲的儿子塞伊夫 塞伊夫一直被拘留在金坦听后审判 金坦的民兵一直向全国过渡委员会施加压力 要求任命朱瓦利担任重要内阁职位 吉布把另外一个重要安全职位内政部长授予阿布德拉里 他是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的民兵领导人 米苏拉塔是利比亚第三大城市 在暴动中 米苏拉塔的反卡扎菲民兵 抵挡卡扎菲军队长达一个月的围困 后来发动攻势 攻入卡扎菲大本营迪利波里 利比亚的石油业高管 也在过渡政府中得到重要职位 利比亚的新任财政部长是齐格拉姆 他曾经担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管 利比亚新任石油部长是亚兹阿 他曾经担任意大利能源公司 埃尼集团的高管 埃尼集团是利比亚石油业的最大投资者 执政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还任命知名度不高的外交官 哈亚尔担任外交部长 开始啦 至少资者中准手 不得真是会让筑立足 开始 感谢观看